儿子,我已经到你家门口了,公司就交给王经理打理了,你不是要结婚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道做家务,也不做饭,就知道点外卖 你谁啊,你怎么会在我家 姑娘,我是 我知道了,你是我老公先请的保姆是吧 行了,别打扫了,你给我做饭去吧 好的,姑娘,你喜欢吃什么呀 六个菜一个汤,你自己开始办吧 姑娘,六个菜一个汤,你自己吃得完吗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我老公有的是钱 我每顿饭点外卖都要点五百块钱以上的,少费碗,赶紧给我做饭去 要是做的不合我的胃口,就把你给开了 哦,好的 妈,你放心,这彩礼啊,我肯定让他再给我加一百万 房子跟车子都必须购乎到我的名下 还有咱弟弟买房子的钱,我也得要他先出了 谁让他想娶我呢 姑娘,先吃饭吧,菜凉了 哎,听到最初这么没眼力见吗,没看见我打电话呢吗 上一边站着去 我听说啊,他妈还是个董事长,回头啊,把咱们家的亲戚都安排进去 最后把他们家架空了,到时候公司都是咱们自己家的 我再把他给踢了,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事,旁边就一保姆,没关系的 啊,行了,妈,我先挂了 行啊,你这手艺不错呀 哎,我汤呢,我说好了六菜一汤吗 哦,这家里没菜了 没菜你不会去买啊 收拾东西赶紧走,你被开除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 我来听你说吧 你的未婚妻再让我给他加一百万的彩礼 还要把房子,车子都转到他的名下 另外,还要给他弟弟再买一套房子 什么 不是让你走吗,你在这胡说八,什么呀 我还没说完呢 他呀,还要把他家所有的亲戚都安排到公司里 得手以后呀,再和你离婚 他要让你鸡飞蛋打 老公,你别听他瞎说 他在边国是污蔑我 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一个外来的保姆啊 哼,他不是保姆,他是我妈 哎呀,原来您就是我的婆婆呀 刚才叫您给我做饭呢 瞧我这油眼不吃泰山的 您现在赶紧去休息,我来给您做饭 哼,放开你的手 我妈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我还以为咱妈是个保姆呢 所以我就口误遮探了呀 哼,如果今天你没有把我妈认错 我是不是就看不到你的正面目了 红美,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给你房子,车子,买名牌 我对你差吗 结果呢,结果你要利用我的爱 满足你的贪欲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家这么有钱,还差这么点东西吗 钱是一方面 刚刚你误认我是保姆,你就刁难我 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不会为难任何一个弱势群体的 像你这种素质呀 我怕影响下一代的教育 妈,你放心 他呀,不配拥有跟我有下一代的机会 你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滚 我这么年轻漂亮 你甩了我 去哪找像我这么好的老婆呀 哼,我随便在大街上面拉一个 都比你强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哎,怎么了 你醒醒啊 这是怎么了 这人光天化石之下干什么呢 不是 这怎么还偷人东西呀,这 快快快快 快 哎 这个不是咱们公司的宝洁吗 啊 还真是 走走 告诉经理学 走走走 你应该是这个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 举手之劳 你醒了就好 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去上班呢 哎 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啊 你都不知道咱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宝洁刚刚在那边啊 偷别人东西呢 不信你看 还真是他 平时看着老实巴交 没想到是这种人 就是啊 多影响公司形象呀 依我看 就应该把他开除了 就是 这种人呀 必须开除 走 哎 抽不解 别干了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还为什么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心里没点书吗 经理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我告诉你啊 臭宝洁 你这个人品 不配留在某公司 现在立刻 马上 给我滚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喂 闺女 你奶奶的音乐费 我寄回去了 你们的学费 我也快退期了 妈在这边挺好的 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好好学习 我过年的时候 回去看你们啊 不跟你说了 妈还得干活了 我再用力的活着 工作丢了 她该怎么办呢 大姐 你别伤心了 是你啊 大姐 来 喝杯水吧 我们家 我病在床的婆婆 还有五个上学的孩子 为了工作 我一天打三分工 我已经很努力 很努力了 可为为什么 还要对我有那么多的敌意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大姐 你先别着急 我打个电话 压主管 你现在带着你手下的人 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立刻 马上 大姐 我一定会给你个招待 谢谢老板 王总 你走啊 哎 我不是人走了吗 压主管 人是我带回来的 你为什么要开除他呀 哦 我跟你讲 王总 这个宝洁 手脚不干样 趁人晕倒 偷人东西啊 干这个的 你给我闭嘴 我今天啊 出现了点意外 是他救了我 你们身为同事 不仅不信任他 还添油加速 尤其是你 作为公司搞管啊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人给我赶走了 我看没人品的 是你吧 老板 我 你们现在 去财务部 领工资 走人 冲去 送 大姐 你刚才打电话 我又听到了 这些钱你拿着 看病救人要紧啊 我不能要 大姐 看病救人要紧啊 那 谢谢老板呢 不要谢我 要谢啊 就谢您自己 因为你的善良 打动了我 大姐 您记住 不要因为 做了一件好事 被人误解 而切了 好人 终究有好方 把刀光会越过黑暗